大渡山产创基金会师董事长 林荣裕董事长 财讯谢社长 各位与会的贵宾 产业先进 大家早安 感谢大渡山产创基金会和财讯双周刊举办的邀请 让我今天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自从2016年召开对外经贸战略会谈 蔡总统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纲领 将新南向定位为我国对外整体经贸战略以来 已经6年了 台湾每年出口到新南向国家的规模 从每年的600多亿美金 到去年出口规模已经成长到826亿美金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以今年1到9月统计数据来看 我们对新南向18国的出口规模将持续再创新高 可见在政府跟产业朋友的努力之下 我们跟新南向市场的经贸往来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产业创新迎战数位新南向 过去两年多来全球在疫情还有恶物战争等等的影响下 每个行业都面临了数位创新跟转型的迫切压力 在数位转型的快速发展底下 我们资通讯产业的风险还有需求都日益提升 也可以看到资安产业在国境上已经炙手可热 因此今天我以打造可信任供应链 台湾资安产业与世界共好作为我的讲题 分享我们数位部推动的策略 为什么台湾要打造可信任的供应链呢 最近各国都陆续注意到先进科技产品的资安风险 好比像说美国最近就有先进晶片的禁令 而英国也因为资安考量宣布要在2027年之前 把5G公共网络完全移除华为的产品 当然从世界各国来看 台湾的科技产品就不会有这些疑虑 我们不仅拥有包含半导体在内的先进资讯科技产业和技术 而且更是民主阵营的伙伴 我们可以协助全世界共同因应资安的挑战 因此我们自己更要积极强化资安产业 推动各行各业的自动安全 我们从台湾出发 协助全球业者建立可信赖的供应链 让Made in Taiwan MIT的T 不只是品质的保证 也是代表Trust 也就是成为信任的保证 让全球的朋友知道 台湾制造就是信任可靠 在数位发展部 我们面对新兴的科技 政府无论是资讯网路传播部门 都需要有全面的整合 来统筹我们的基础建设 普及数位应用 完备数位市场的管理 还有为全民打造良好的数位环境 因此无论是资通讯 资安 网路传播等等的领域 我们都要统筹国家的数位发展政策 基础建设环境整备 资源运用等等业务 而我们的缩写Moda 我们的英文名称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就是要担任台湾数位发展的Moda 马达 来推展国家的数位发展 数位转型相关的战略 我们的战略核心理念是 全民数位任性 也就是运用数位工具 从社会共融 产业转型 应变任性这三个层面 设发 产发 突发 这三发 来建构全民数位任性的基础 这样子 任何不利情况来临的时候 台湾都可以透过数位应用 迅速恢复 强化我们自己的体质 所以我们的工作 无论是基础建设 分配资源 神话应用 国际参与 多元资料运用等等 都是为了要加强 全民守望相助的社会任性 我们的产业署 会协助各行各业 数位转型 因应新的挑战 增强产业的任性 我们的自动安全署 则是强化政府的资安应变能力 整合民间资源 用全民协力的方法 来联手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那么行政部门的数位任性 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 我们会强化行政相关系统 还有我们数位基础建设 运作上面的任性 好比像说重要的民生关键系统 我们已经协调相关的主管机关 来试办系统的资料 全备份 加密分持保存 等等的演练 在任何情况发生时 都要能够快速复原 我们也会建构安全高效率的 跨机关的资料传输管道 精进电子凭证等等的基础建设 为了提升政府部门的资安 无论是身份鉴别 设备鉴别 信任判断 这些所谓Zero Trust 零信任的技术 都会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再和其他部会建立最佳的实践做法 扩大使用到相关的中央跟地方的 政府机关 而且因为现在同人可以使用任何的设备 所以多元抑制设备的存取需要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落实资安的意识 每个员工 每个离开关系人 发现疑似资安破口 就要及时反应 及时修补处理 来强化资安防护 除了这些基本防护措施之外 我们的主动防御架构也非常重要 在零信任网络机制的推动上 我们需要结合产政学研各界的资源能量 把这些零信任的防护能量扩增到民间单位 在资安及国安的政策方向之下 来打造韧性国家 在产业辅导方面 全球的疫情 让数位转型成为许多公司很好的迫切需求 但是疫情不是唯一带来改变的因素 无论是恶务战争 气候变迁 金融危机 地缘政治 在这些挑战之下更加凸显 面对各项风险 我们不能只追求效率 韧性是更加重要 各行各业只有在提升韧性做好准备的时候 才能够当面临巨大的环境变化 还能够维持运作迅速恢复 我们从多个方面来推动基础建设 好比像说我们补助5G网络的建设计划 就是让业者能够加速加量来提升各种不同通信网络的涵盖率 不但带动5G网络的网络产业 还要跨越的5G垂直场域运用成为我们的发展基础 我们的产业署也会协助产业提升数位实力 面对各项挑战 特别九成以上我们的企业是属于中小企业 所以更需要政府来整合资源协助数位转型 好比像说台湾云市级 就是由产业署把财政部内政部经济部等等跨机关的流程 整合为云市级的单一平台 就像线上购物的网站 各行各业都可以直接在云市级上面来采购数位转型方案 而且还有三万元的数位点数补贴 来降低中小企业主投入数位化的心理门槛 截至今年八月 已经有三万两千多家企业 透过云市级来进行数位转型 好比像说具有百年历史 有家在台南的中药行 它转型做药膳的饮食 所以就透过云市级 迎进我们的进销存系统 及时掌握无论是重要药材或者是食材的销售情形 一下子业绩就成长了三成 我想数位不分国界 因此我们产业人才的国际连结也非常重要 产业署建立了人才循环交流的机制 连结国内外数位相关产业 我们的学生无论是在国际企业 或者是国际人才在台湾的实习交流 双向对流的机会都非常重要 这样子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全球视野 促使台湾产业立足世界 未来数位转型将贡献全球过半的经济成长 所以各行各业的主管部会 无论在面对AI软体资安 这些创新研发的人才支援就非常重要 此外web3技术让创新的成本降低 可以快速地向全球递送服务 对我们的新创还有数位产业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会协助跨部会重点的沟通协调 协助新创跨越极有挑战 我们也以身作则来探索 如何应用可信任的方式 把web3技术导入社会 加速数位转型 在全力协助产业数位转型的同时 提升资讯安全 也是数位部打造数位任性的重要工作 特别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在全球供应链里面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我们提升半导体的资安防护能力 我们责无旁贷 今年来政府积极协助台湾产官学研各个单位 投入打造可以信任的供应链 好比像说我们产业署跟SA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就合作推动全球第一个 由台湾主导的半导体资安标准 SAMI E-187 这个E-187已经在今年正式推出 产业署也会继续支持计划团队 参与SAMI资安委员会 无论是推动半导体设备商 落实SAMI E-187 或者是协助制定推动半导体供应链的评估量表 我们就是要以零信任的架构 来提升整个供应链的资安人性 我想资安已经是半导体 还有各行各业上中下游供应链企业 为了永续经营必要的投资 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智慧制造的产业链 本土的资安业者就可以运用这个优势 无论是机台设备商 控制设备商 或者系统解决方案上 都可以跟我们的资安业者合作 在各种应用情境里面跨域合作 开发针对需求的解决方案 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制造领域 在全球已经取得了关键地位 我想近年来我们在资安领域也陆续展露头角 我们看到这些新创的资安企业在植根量都有显著的进展 我们产业署鼓励资安社群创造资安的新创 已经辅导了28家资安新创成立 无论是场域合作国际链接等等的协助下 我们的数量快速增加的同时 在国际级的资安竞赛里面 也常常看到台湾团队获得重要的奖项 据来说我们辅导的资安厂商 来意数位还有博欧科技 就分别获得2022 2021年Select USA 美国投资高峰会 网络安全领域的第一名首奖 我们的意志连结也获得2022 APICTA亚太资通讯科技的金牌奖 当然我们的駭客社群也连年晋级 在DEFCON CTF抢旗攻防赛里面有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资安产业开拓欧美跟日本市场 跟当地的大厂建立互相投资跟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看到国内的资安业者 在不同领域串联整合的合作模式 不只是刚刚提到的Semi台湾资安委员会的标准 也包括好比像说鸿海MIH电动车的开放平台 Mobility in Harmony 建立资安在半导体车联网这些领域的跨产业合作典范 我们产业署已经和10家产业工协会资安厂商合作 跟中间企业成立资安的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 协助150家的企业透过资安顾问 进行资安见解还有问证 以企业资安成熟度评级服务 综合分析企业整体的资安等级和缺口 提供多项资安措施 包括人才资安技能培训课程 资安检测还有场域验证等等 协助国内企业加强资安任性 确保伤机 大家也可以来申请产业创新条例的资安投资租税奖励 加速各个产业来投资资安防护 透过每家企业把资安防护的好处传播出去 就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信赖度 促使资安产业投入创新研发 促进整体蓬勃发展 我们产业署在台南沙伦科学城 也有建置沙伦资安服务基地 这个是我们首座资安实战基地 不但可以执行攻击剧本 模拟公控的资安攻击情境 还可以协助产业 包括太阳能光电 智慧制造产业 半导体物联网设备 油水电液等等 来进行资安标准的制定 我们一共有7套10座的平台 参考国内外实际攻击的事件 模拟设计了12套攻击情境的剧本 我们也和国内的自主资安产品的厂商协作 一起完成了白名单 入侵政策系统 网络行为监控这等等6项资安攻击的防御方案 而且就在今年就有12家资安厂商 在基地验测了22项资安产品跟服务 而且办理人才培育跟红蓝军工坊演练超过1500人次 我想以沙伦作为大南方的基地 来提升资安意识 就可以创造出更多跨部位的合作机会 而且推动往新南向输出我们的资安解决方案 台湾的资安产业和各行各业共好 在让台湾跟世界共好促进国际合作 我们的步骤就是以三个主轴来打造资安产链 迎战数位新南向 第一个要提升企业的资安韧性 跟产业资安防护的强化 第二个要强化资通讯产业的产品跟服务的资安 第三个要打造解决方案 输出国际的时机 透过深掘国内产业的资安需求 创造内需开拓国际战线 这个就是从提升资安韧性 强化我们ICT产品的资安 进而发展具备我们产业特色 跟国际竞争优势的生态体系 进军国际 近期的国际形势已经驱动 下个阶段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台湾在全球经济发展 价值链的角色 台湾更应该结合既有的 数位科技资讯制造领域的优势 以新南向国家为目标市场 发展数位新南向策略 协助各行各业作为全球安全的供应链 让MIT不只是Made in Taiwan 同时也是Made in Trustworthiness 在今天的活动里我们看到 不管来自于智慧机械 智慧交通或者智慧医疗 智慧制造等等不同领域的专家 和我们分享经验 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力量和支持 预祝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 Live long and Prosper